哈囉我是蓋伊 繼上一次我們挑戰搬瓦斯桶 那支影片廣受大家好評 不少留言紛紛使用我們 可以挑戰各個職業的佼佼者 今天我們就要來挑戰這個職業 挑戰什麼職業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啊 那一支搬瓦斯的影片下面有一位簡先生 留言說他是一位職業的搬水泥工作者 15分鐘要把100包50公斤重的水泥 從車上下車之後要疊好放好 那也引起大家熱烈討論議論紛紛 也有很多人表示不可自信 導致整個留言區非常的激烈 大家炒成一團 我自己後來又拍影片 公開回應這個事件 50公斤的100包15分鐘以內搬好還要疊好 拜託這位簡先生 請私訊我的FB粉絲團 我們非常有興趣挑戰這個項目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挑戰對象 職業水泥搬運工 阿良 大家好 是阿良 阿良哥你好 請問你從事水泥搬運工 這一行大概多久了 差不多20年 20年喔 哇那你今年幾歲啊 45歲 已經45歲了 看起來身體還這麼硬朗 欸 波波 簡大哥可是比你在年長一些耶 那我很好奇 那我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怎麼會 在YouTube上面看到賤人幹一部 我們下班以後都非常勞累 通常都不想再動 那就是拿手機出來看 然後點著點著 他就看到各位的影子 那你的第一部片是看到了什麼 就是 搬瓦斯 喔 瓦斯桶那個裝滿40公斤吧 這個水泥袋50公斤 那你那時候看我們影片有沒有覺得 啊 這個 小Case啊 我的水泥袋50公斤 一天幾百包在搬的 每個工作都有不一樣的辛苦 對啦 不一樣的辛苦 說得沒錯 所以我也是一時性情 想說那你們也來挑戰我這一行 看不看 我們搬還有分難度 你說一顆星到五顆星 喔 結果你今天挑的是 五顆星難度 喔喔喔喔喔喔 簡大哥的那個一車 100包15分鐘內是 下好車之後疊好 對對對 但我今天挑這個項目是 有距離 更吃力 這個是五顆星初級 那高級就是距離加倍高度加倍 所以我們要疊到比人才高 那請問下一顆星是什麼 一顆星就是從車上 直接放到地上 那這個大概10分鐘以內就下完了 我們來得及換項目嗎 我們阿良哥呢已經在現場 幫我們準備了400包的水泥包 一人要在15分鐘之內同時開始 看誰可以把100包的水泥包 移到這兩個砧板上面 看誰可以移的最多包 你會想回家了 一般人大概20包就受不了了 但是你們不是一般人 我們大概30包就好了 我們30包就超過一般人了 那我們就計時15分鐘 100包50公斤 比賽開始 1號參賽者健人在一 2號參賽者阿良 3號參賽者鑰師 4號參賽者波波 計時15分鐘 比賽開始 GO 2號參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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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的腰痠了嗎 沒那麼快 沒那麼快 Yeah 不愧是 曾經走跳過的男人 第一天我死於我的面 這個該這樣往上疊是不是很吃力啊 很吃力 而且要小心手腕不要受傷了 這個 我怕你也是很吃的 而且越下面那一包 用到的腰力越重 隔壁怎麼行 一個兩百塊好了 大概過三分鐘了 那你們這樣其實搞不好還蠻有機會的 不是 很累 直到後面會更加考驗耐力 阿涼哥在笑喔 阿涼哥在笑我們耶 我太嚇到你們很強 阿涼哥你說 阿涼哥你說 一包男的水準對不對 阿涼哥你說你們剛剛在笑什麼 我這樣說他們很強喔 哇 還是兩包 阿涼哥看到鏡頭來也要秀一波耶 還有你 2包100公斤欸 因為比較低嘛 10%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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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來 來 來 夥伯 這翻車很快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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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很快是不是 哇 從這個角度上可以看到鑰匙的這個鏡頭 是這個 哇 他已經看到 他已經看到這碗是 這碗是 蠻厲害的 這個跟上去做 是用可以 翻那個圓木桿 比較起來 你覺得 是差不多的嗎 不一樣 感受不同 Sophie那個是 比較持久 然後會半信很痛的感覺 這個是每一下每一下 都要非常用力 這個考驗的 不僅僅是耐力 你的 力量也要非常大 因為這一袋就50公尺 好 阿南哥已經結束一組了 哇 鑰匙也結束一個了 你看 50包以後才開始 50包以後才開始 呵呵呵 你 目前 結束一組 都在 脫腰真的很痠 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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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很冷 這真的 剛剛沒幾包就熱起來了 走啊 阿良哥怎麼還是笑笑的啊 真的假的 現在倒數5分30秒 剩5分鐘 沒錯 不行不行 不能 不能輸太多 健身那麼久了 阿良哥的表情 游刃有餘啊 我也是很累啊 阿良哥你覺得你剩下十幾 有辦法把這些拼完嗎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節奏班 不能夠太趕 因為我班完下一趟還有 你在幫忙拖延阿良哥的進度 繼續跟他聊快點 你覺得 你覺得 除了心肺以後 這邊 鹹壁吃了 真的喔 因為要抓我 對 要抓到 時間剩下 2分17秒 2分17秒 再衝一下 腰開始痠了 最底下的這一包最討厭 這包 你要用你的 硬舉的方式 腰腿一起 帶起來 喔 哇 該硬 真是nice body 腰腿一起 打起來 硬舉 平常練硬舉 展現在這個 成果展現在這個上面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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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哇 鑰匙還蠻快的耶 而且他 他很強耶 可惡 不能修衝鑰匙 好 吹起來 吹起來 我該一段加速了 吹起來 哇 這個量看起來真是可怕 多久 15秒 15秒 哇 等一下我們今天要來結算了 好 除了這個翻好以後 好 3 2 1 4 4 啊 時間到 喔 結束了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差不多了 阿蘭哥基本上 有達成他所說的 15分鐘 翻好 跌好 好 至於三件克的三位呢 我翻了 87包 好 87包不能更多了 87包 阿蘭哥翻了 99包 好棒喔 耶 哇 真的 如果不是你沒有跟他聊一分鐘 他應該還可以翻個110包吧 真的耶 我超級很強耶 哇 超級很強耶 哇 95包 95包 95包的男人 你看看他 你都覺得 哇 全黑了 他就是一個滿力怪物 看人家波波 波波 波波 超冷啊 波波你這樣 你這樣做什麼東西 我還努力啦 我看得到我幫你幾包 我幫你七十包耶 七十包 七十包也很了不起了 七十包了 七十包我覺得已經很可怕了 不行了 可是真的是蠻累的 可是我覺得呢 腰比較痠 可是最後那一 最下面那一包 超級不想翻的 對 最下面那一包要硬舉 而且還是 還是赤字硬舉 而且已經很累了 而且是很難抓對不對 對 那已經很累了 然後那一包又最難抓 就差一點錢 波波波 剛才說這個很吃錢幣嘛 對 我覺得前臂很快就 你看我們前臂這邊都被抹 對 都被抹到太破皮了 哇塞 那個粉蹄還刮濕 對 喔 而且在這個很喘的環境中 你要呼吸 然後都是那個 水泥灰 水泥灰 太長 夏天會很重 夏天會很重 就非常熱 你看我們冬天喔 冬天剛來穿的外套很冷 穿了十包之後就熱 就熱起來 就熱起來 可是想而知夏天 今天十六度喔 十五十六度喔 十六度 剛剛說到斑號還要疊號 我們來驗授一下大家的整齊度 好 先從我開始 好 改音 基本上是OK的 但是總 總結有一點小歪啊 第二盤這邊的底層啊 造成一個斜斜的結構 所以我們現在趕快這下面那一包 每次都要做出來 對 我們以整齊度來說 這個大概完成度多少 一分 其實在工地這樣已經可以了 這樣已經可以了 這樣已經可以了 已經有六十分就對了 沒有有八十幾分 已經有八十幾分了 八十幾分了 我們看一下 專業的 專業的 超 整齊喔 我的天啊 它這個完全是平的 完全是平的 平的有沒有 再來鑰匙的這個阿良哥給幾分 喔這個 雖然只有這幾包不整齊 但是 這邊斜斜的 因為這個這樣有什麼力竭 是不是 這已經是力竭 但是已經有九十分了 九十分 喔 整齊度 那波波這個咧 哇 這個蠻整齊度 波波這個 果然是水電工 看一下整齊度 波波是以整齊來取勝 大概 九十分 九十分 最整齊的男人 有看到嗎 不是我們不要造成人家的困擾 喔 幫人家不排好 幫人家重做一次 你意思是說你為了疊整齊 所以才故意疊比較少 沒錯 才慢一點 對 整齊比較重要對不對 沒錯 因為不然他等一下 整齊的男人 沒有多 哇 比賽結果出來了 九十五包的男人 八十七包的男人 九十九包的男人 阿良哥在這邊 七十包的男人 最整齊的男人 對 我想問一下阿良哥 平常的工作量有多大 可以讓你練出這樣的本領 不簡單 又整齊 量又大 真的 我們平常 這樣子 大概一天要送個 六趟到十趟 平均大概就是一天七八百包 一天七八百包 所以這樣子只算一組就對了 我們一組是一百下 所以一天要做七八組就對了 真的 那這樣子一個禮拜要做幾天 星期一到星期六 啊 休息幾天 做六 休一 你們第一次搬這樣已經非常非常厲害了 真的 尤其是鑰匙 這個簡直是 喔 真的 過關機器 職業等級 喔 職業等級 他又找到工作了 你被剪大哥認證了 職業搬運水泥 Pro 在這邊 有到卡了嗎 你第一天搬三百包 跟一天搬七百包 一個月收入差八萬多塊 喔 對嘛 如果一天搬七八百包 他的收入差 一天大概是五千塊 一天這個 做七到八組 五千塊 有沒有想要來應戰一下 有沒有想要來應戰一下 來 搬看看 不建議 如果不是像他們都有練過的話 這個 我們一般都要練個兩三年 好的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謝阿良哥 帶我們認識這個 職業水泥搬運工的辛苦的地方 跟他們專業的地方 其實阿 每一次我拍攝這種 挑戰職業的影片完之後呢 我都會覺得 各行各業真的都有他們專業辛苦的地方 真的隔行如隔山阿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我各類型的挑戰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建仁蓋雨我的頻道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是建仁蓋雨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請你們幫我再搬回去 喔哈哈哈哈